高雄桃園區8月1號到9號 共降下了2700毫米雨一輛 重創台俄實現南橫公路94K的明霸克路橋 8月7號下午1點36分 玉碎溪上游所爆發的土石流沖毀了明霸克路橋 兩個橋面板而交通中斷 之後經過山宮處甲線公路段近4個月來的積極搶修 原本預定4月底才能完工的鋼壁橋 在2月底就已開放通行 隨後並鋪設柏油路面 但是面對眉山口道向陽即將有限度通車 有桃園居民對明霸克路橋短期鋼壁橋的抗洪能力感到憂心 生怕等汛奇一到 短期鋼壁橋恐怕會重演去年斷橋的悲劇 曾作為斷長說明了明霸克路橋短期鋼壁橋打射的目的性 及汛奇開始後可能遇到的問題 其實這個部分並不會說不可能發生 那因為這個鋼壁橋的 應該說鋼壁橋它的功能性是定位在哪裡就很重要了 鋼壁橋其實我們的定位 如果現在的含管邊道只要一個吐石流來 你反應時間你看到那個吐石流到 你這邊的反應時間可能不到20秒 我們剛才去那邊看那邊有水在流到你的 含管邊道不會到超過20秒就已經到了 那這個鋼壁橋做起來的功用是什麼 它的功用是那個吐石流下來它經過一些沉沙池 我的保護工我這個鋼壁橋應該還可以承受大概五六分鐘的時間 吼它的時間 除非是已經下了很久的吐石流一直來一直來 然後一波吐石流把你帶走 那個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我們的公務局的一個在零八客戶橋目前的轉期鋼壁橋的目的性就是橋可以斷 路可以毀但是人員不要再有傷亡了 那只要有一些狀況我們還是會做一個預警性封閉 那也感謝這邊桃園的鄉親還有族人還有這邊的區公所代表都很幫我們很支持我們 這個地方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去可以去預料說 玉碎溪的吐沙的狀況 因為上面還有八九百萬地方還沒下來 那也是希望很多單位來共同來合作 至於宗志觀有一處下邊坡裸露問題 段長表示公務段已經觀察很久 裸露面積並未持續扣大 前兩年已經進行陸基的保護 短期內並不會影響通車安全及陸基狀況 至於它的下邊坡保護工程目前發包中 如果不是流標七次早就應該做好了 就應該做了 多可行 好